2019台灣國際熱氣球嘉年華 正在台東熱鬧的登場 每天都吸引不少民眾到場 而一位來自高雄的豬系民眾 帶著患有帕金聲勢症 以及輕度失智的母親 到台東看熱氣球 彌補過往 家庭不曾遊玩的歲月 並且希望母親能夠留住最後的回憶 而溫馨的告白 讓主辦單位是感動不已 也讓現場十多顆的熱氣球 同時的噴火 為這對母女加碼一場小小的光雕秀 愛要及時勇於說出口 身為三個孩子母親的豬婉儀 在數千位遊客面前 對母親大喊我愛你 溫馨的親情告白 令人感動不已 日前下午來自高雄的豬婉儀 帶著三個孩子及患有帕金聲勢症 及輕度失智的母親 來台東看熱氣球 想藉此彌補過往 不曾遊玩的時間 同時也讓母親能夠留下最後的回憶 在所有的遊客面前對母親大聲告白 非典型的發生生肌症 是沒有藥意的 他的壽命 我們隨時就點數 媽媽 這歲喊你跟我的手段 我都 我懇你死了 如果 哪有人 能帶你出來 哪有我 我一定要把你帶出來 是錯種的 你走 這是他太道來 看到氣球 我可以把這兩根都還接 現場的熱氣球飛行總指揮貝克 也在透過翻譯後得知 特地讓現場十多顆熱氣球一起點亮 為他們獻上最具特色的熱氣球小光雕儀式 希望讓他們可以擁有最深刻的回憶 記者陳基林 陸也相報導